经过暖暖区地内国中门口及周边的大小车辆不断 对于过往行人和上下学的学生 长期以来都造成一定的威胁 因此在地内国中反映下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特地办理会堪 邀请校方以及当地定和里长林湘 和市政府交通处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堪 争取将地内国中周边远远路向道 及东定路口三处地点斑马线 一并改为画面中的绿白斑马线 提升驾驶人的辨识度 维护学生及行人过马路的安全 特别是在定列国中这个部分 这里是基附公路的要道 也包括通往暖暖的地方 车辆流量非常大 特别是在上下课的时候 要让这些国中的孩子 有一个很安全的行的地方 所以今天来争取这个 希望交通处也赶快来完成 而定内国中则希望 存在校门口上下坡路段前的两条 白色斑马线能够涂销 减少学生利用这里过马路的危险 因为前面的路边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停的车子 然后又是红线 所以那个行走的空间狭窄 所以学生这样子直接穿越过来的话 其实是有它的风险在的 因为中间这里也没有这个所谓的交通号制 然后这里的车流量在上下班的时候 又相当的大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确是 如果能够也感谢市府这样的一个规划 能够先暂时取消这样的一个斑马线 林恩典表示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已经成为谢国梁市长上任后最重要的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上下学安全过马路的重视 他非常支持这项政策 也要求市政府赶快推广到国中学校周边 划设绿白斑马线 也保障国中学生过马路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